我們來介紹我們新的PW-135 原來是PW-136,跟PW-136差別在於 這個腳刀都是白鐵的 但是在尾端的地方,PW-136是塑鋼的平頭刮刀 然後PW-135是白鐵的平頭刮刀 然後兩個比較有趣的地方是,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可以看到 這刀刃的開封是開單面而已 然後這是人體工學的 所以你在側向在吐的時候 你的手腕是在平的 而不是如果說平的刮刀的話 如果一般的刮刀的話 我們的手腕是這樣子吐的 那135它因為人體工學 所以它這樣子用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側面看 它是很符合人體工學 然後塑鋼的 塑鋼的 塑鋼的 它有一個好處是不會傷到被刮的表面 可是如果你遇到比較頑固的 比較頑固的成年的 塑鋼的話 你塑鋼的刮刀會顯得會比較不夠力 可是塑鋼的因為頭軟 如果我們打上去 這個塑鋼還軟軟的時候 還濕濕的時候 我們用塑鋼的 因為它材質比較軟 它可以貼得很緊 它可以很 可以把那個 殘存在 表面上的 挖得非常的乾淨 例如說 我們 我們 在打 斑鋼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打得不好 會有 再不想到 不想要有 斑鋼膠的地方 打到斑鋼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 PW36的這個塑鋼刮刀 可以把 這個 不小心多打的部分 很輕易的刮起來 刮起來 然後再重打 塑鋼刮刀的這個好處 它可以刮得很乾淨 然後 如果我們是 白鐵的話 硬直對硬直 它就沒有辦法 也可以這樣刮 但是它沒有辦法像塑鋼那麼貼 可是如果遇到 這種已經硬化的 硬化的地方的時候 這白鐵刮刀 我們剛才介紹過 這PW35它 是單刃的 單面開封 對面是沒有開封的 有沒有看到 它因為人體工學 所以它 它吐的時候可以這樣子 可以看到 這乾的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 把舊的塑膠給 吐起來 壓著 有沒有看到 這個 舊的膠 用這 白鐵才動力 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它吐起來 我現在一隻手拍一隻手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舊的膠 就很容易的把它吐起來 白鐵的會比較容易刮 而且它因為 人體工學的關係 它不會 你在刮的時候 手腕是呈現垂直的 所以它就會很輕鬆的 這樣子刮 對小膠 我們現在刮 刮 刮起來 就可以 很輕鬆的 把舊的殘膠也刮起來 然後就可以補性膠 我們是個PW135